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袁靖 来到年底假期投资者继续退场 亚太股市呈窄幅波动 马股则先升后跌以1603.55点挂收 微错0.68点 汇率方面马币对美元微扬至4.1310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雪州发展机构及安达曼集团将百胜拖建雪州万宜Evo商场租金仪式入禀法庭 透过法律途径向百胜追讨366万令吉租金以及186万令吉装修费用 同时要求在法庭判决后的14天内清空并交还场地 双方在2017年10月2号签署租赁合约 不过百胜方面表示对方没有遵守租约条件 因此拖欠租金的说法不能成立 百胜集团执行主席钟庭森已经指示律师为此案抗辩 并有信心可赢的官司 科技发达促使移动银行越来越普及化 也让联创集团旗下的联创泰国银行 有意关闭逾27%的泰国分行 从69家削减至50家 联创泰国银行首席执行员艾迪松森才 向彭博社表示 如今许多银行服务都可通过移动银行手机程序完成 移动银行也有助该银行获得新客户 如不曾到访当地分行的客户 因此他表示未来将专注扩张移动银行业务 印度媒体商业标准报引述不具名人士消息透露 药航集团和印度伙伴塔塔夫子公司 正修改2013年签署的品牌执道协议 以提高塔塔在印度联营业务的话语权 报道引用交给印度民航部的协议草案 在签署新协议后 印度亚航将在销售及分销 收入管理和租赁合约等事项的决策上 掌握全部权利 目前上述事项都由亚航集团拍板 除了印度亚航 亚航集团属下其他联营公司 都采用相似条款 并向亚航集团缴交品牌免费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